在经历了汉武帝晚年的动荡后 汉朝国运不仅没有衰落 反而迎来了昭宣忠兴 那么汉宣帝为何能成为忠兴之主 国史通鉴为您讲述 昭宣忠兴 汉武帝虽然文韬武略 但是他浩大喜功 在他执政后期犯了和秦始皇一样的错误 但是汉朝却没有像秦朝一样王国 自治通鉴评价汉武帝 晚而改过 顾托德仁 改过指的是汉武帝晚年能够轮台最起 反思自私的错误 而顾托德仁这个人指的则是霍光 霍光辅祖汉朝帝是社会平稳国度 朝帝去世后 霍光拥立昌一把刘鹤北地 却又在二十七天之后 废掉光明辅祖的刘鹤 那么刘鹤之后 汉朝江山就有死亡主宰 霍光与新皇帝之间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我还加奖看栏目 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颖教授 为您讲述细节目 国史空见秦汉三国篇 第十一集 朝军中兴 我们上一次说霍光 依然拿下已经有昏君行径的 新皇帝刘鹤 那么继续寻找汉武帝的接班人 那么这个寻找接班人的圈子可以大 也可以小 为什么说它可以大了 可以大到从汉高祖到汉文帝到汉景帝 所有的宗室子弟 那应该说数以千计 我们以后讲到三国时期的那个卖草鞋的刘备 他挂在口里面就说一句话 说自己是中山晋王之后 就这个中山晋王 根据记载 他的儿子就几十个上百个 那个圈子有多大 但是在这个圈子里头找 他容易出极大的问题 那么只有从小圈子里头找 那么就是限定在汉武帝的 儿子 孙子 这个圈子 我们上一次曾经谈到过汉武帝六个儿子 三个死了 三个不争气 不争气的儿子是不能再选 那么三个死去的儿子 太子 那么还有一个早年死去没有儿子 那么另外一个有儿子 就是昌义王 刘克 刚刚被废处理 那么这样一来 圈子就更小了 只有遗族 那就是太子刘具的后代 太子刘具兵败自杀 他的儿子也死了 但是他的儿子 这为他留下了一个孙子 也就是说 这个太子的儿子 为汉武帝留下了一个真孙 那么这个真孙当时还在强保之中 也下到监狱里头 当时处理这个案件的 是一个后来极其著名的人物 叫丙吉 做到丞相 这个丙吉呢 当时专门处理这个案子 对太子的背上 也非常的同情 所以他对这个小孩 非常的关照 让两个俘虏旗的女囚犯 轮流对他进行喂养 几年过去 小孩慢慢长大 大舍令也出来了 所以丙吉就把这个黄真孙 汉武帝的黄真孙 送到费太子的岳母家里去抚养 这样可能更有利于他的成长 当然离开之前呢 是要登记 既然是皇族子弟 中正府他是要登记 那么经历过 汉武帝晚年的反思 经历过汉朝的在位 经历了刘鹤的备历和备废 那么这个黄真孙呢 也逐渐长大成人 已经十八岁了 那么他成为理所当然的人选 那么这个皇帝 就是汉朝历史上 丁丁有名的汉宣帝了 汉宣帝 宣帝继位以后呢 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十八岁了 霍光非常客气的表示 要还正于皇帝 我不能再干的 但是汉宣帝非常诚恳的 希望霍光再帮助自己 因为自己虽然是皇家子弟 但是常年在民间 完全没有执政经验 希望霍光千万要帮助自己 这确实是有道理 于是霍光继续小心谨慎 继续努力搏兵 继续辅佐汉宣帝 那么汉朝也继续推进他的平稳过渡 社会安定 那么到汉宣帝继位的第七年 霍光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 也为汉家贡献了自己的最后的精神 赫兰去世 那么汉宣帝见霍光去世 当然是非常悲痛 他以帝王之力来厚仗霍光 那么同时把霍光的家族 他的儿子 他的女婿 统统加官进爵 来表示对他的奖赏 而且还把霍光的一个侄子 也就是霍去病的儿子 叫霍山 我们前两集谈到汉武帝 在泰山封山的时候 上了泰山的山顶 和一个随从 这人就是霍山 当时的官衔是混车都尉 应该说是得到汉武帝 非常信任的一个官员 那么由他继承霍光的陆尚书寺 来掌管朝廷的基要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 霍氏家族是圆满的 霍光也是圆满的 整个汉宣帝时代 应该都是圆满的 但问题是 在中国历史上 还很难找到 很难找到什么呢 很难找到显赫一识 而后来又不出问题的大家族 霍氏家族 同样掏不住这个规律 或者同样没有掏出这个怪权 霍光死了以后 有一件令汉宣帝 一直无疑的事情 终于逐渐曝光 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得从头说来 原来汉宣帝在民间的时候 他娶了妻子 这个妻子姓许 那么汉宣帝做皇帝 这个许氏按道理来说 应该名正言顺 居住皇后了 但是没有这样 因为许氏 出身寒威 那么受到诸多大臣的阻扰 觉得一个完全家庭 没有背景的六位皇后 不符合汉朝的规矩 他们希望 力推霍光的一个小女儿 为皇后 来讨好霍光 当然霍光是不是参与 这个不知道 汉宣帝看在眼里 心里明白 他也不说破 他下了一个照 下个照干什么了 让大臣们帮助他找一柄 原来曾经佩戴 但是后来于是的一柄剑 一柄配剑 各位想想看 什么时候于是的 于是在哪里 什么样的剑 鬼也不知道 到哪里去找 但实际上 皇帝这个意图是明显 什么意图 故无不可忘 昭康不下堂 虽然我现在贵为天子 绝对不嫌弃 作为昭康知己的许氏 大臣们却皇帝心意已决 也没办法 于是许皇后 许氏被立为皇后 那么这段事情 后来被演绎成一个故事 还被演绎成一部戏曲 叫做《故见秦生》 故见秦生 说这个故见呢 实际上根本不知道 存在不存在 说这个秦生 倒真是他们夫妻秦生 当然这个故见可以体现 汉宣帝的一种政治智慧 和他的一种政治魄力 自古以来 明君与能臣 就是一对相处相成的矛盾 明君需要能臣来辅助 但能臣一旦全是过大 又会危及明君的地位 汉宣帝自幼长在民间 历经坎坷 能够继承皇位 在很大程度上 有着运气的成本 而正是依靠着霍光家族的务度 汉宣帝才能够坐稳皇位 国家才能平稳发展 但是在霍光死后不止 汉宣帝去灭了霍氏家族的马链 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血雨 兴风呢 虽然霍光一生谨慎 但是他的家人 包括他的妻子 他的女儿 他的儿子 他的女婿 整个家族 却是非常的娇狠 而且 当年祖老立许皇后的幕后推手 就是霍光的妻子 女儿没有立位皇后 霍光的妻子 心也不甘 所以这个女人做事 也是非常歹毒的 乘坐许皇后生病 买通御医 竟然把许皇后给害死 霍光开始不知情 后来知道 但是这个事情过于重大 所以他也用自己的权力 把这个事按下 后来他们的小女儿 如愿以偿的 成为宣帝的皇后 那么那就是霍光后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也根本没有天衣无风的事 事情总是要暴露出来的 那么随着事情逐渐的暴露 汉宣帝 当然心里不痛快 于是逐渐的压缩 逐渐的剥夺 霍氏的权势 这样一来霍氏子弟 就觉得惶惶不可中日了 包括霍光的妻子 就想做出对宣帝不利的事情 但是后果可知 霍氏被灭门 不但被灭门 而且由于执政的时间过长 受千年而被灭门的 有几千家 这才是当时一个非常大的惨案 大概大凡人力一强 我们要讨论一个事情 也许自我感觉就更好 也许就觉得别人做事 自己不放心 别人没有自己这么尽心 霍光就是这样 对于霍光来说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 他是在激功尽瘁 但在别人看起来 他却是在恋畏散权 所以激流勇退 功尘生退 不仅仅是明哲保身的一种智慧 实际上也是一种 顾权大局的表现 但是说来容易 做起来很困难 因为大权在握 这么高的地位 他绝对不是一个人所造成 他是有诸多的人在帮忙 有一个团队 有一个家族 甚至有诸多的利益集团 在背后支持 那么你怎么退下来 他在推撞你前进 这就是权力带来的悲剧 其实对于权力大道 可以费力皇帝的霍光 宣帝一直是非常畏惧 应该说是既尽又怕 有记载说 汉宣帝继位以后 去拜高祖庙 那么霍光陪同 同在车上 宣帝浑身不自在 若有盲刺在背 那么后来一句成语 叫做盲刺在背 或者说鲁芒在背 就是由此而出来的 但是如果其他大臣 陪着去拜宴 汉宣帝就表现出 非常的自如 那么细心的人 已经看到了这个不同 所以霍光死了以后 有人传出一句谚语 怎么说的呢 威正主者不虚 霍氏之霍 猛于参成 那么霍氏的霍 他早就在汉宣帝继位之初 霍光陪同汉宣帝 乘车的时候 他的霍根已经埋下了 应该说汉宣帝是霍大的 是大度的 虽然霍氏被灭门 但是他对于霍光的功劳 从来没有忘记 在功臣名就之后 汉宣帝做了一件事情 在一个麒麟阁 令人描了十一大功臣的画像 这个画像就叫 麒麟阁十一功臣像 这麒麟阁的十一功臣 把帮助 招宣中心的那些功臣 十一个人 统统描成头像 作为一种记忆 霍光为首 霍光不但为首 而且只有霍光一个人 只称姓 而不称名 在这个麒麟阁里头 霍光的向下 他是这样一段话 汉书是这样记载的 为霍光不明 曰 大司马 大将军 伯禄侯姓霍氏 他是被封为伯禄侯的 其他人都书写姓名 唯独霍光 是姓霍氏 他不写他的名字 以表示尊崇 浩然把汉武帝死了以后 把汉昭帝和汉宣帝 统治年间 称之为昭宣中心 实际上 主要是说汉宣帝死刑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第一 在汉宣帝的时候 内部稳定 那么汉宣帝的时政 有人用八个字来进行概括 拿八个字 信赏必乏 综合民识 他从来不能花架子 都是办实事 那么通过他信赏笔划 通过他综合民识 那么达到了 历称其职 和民安其业的这个效果 所以社会经济继续发展 社会持续稳定 当然不是说没有问题 而是问题相对的小 相对的火火 这是其二 对外扩张 这是昭帝的时候 所没有的 但是不能不说汉宣帝 他运气特别好 汉宣帝在位的时候 匈奴陷于内乱 有一段时间立了五个残余 许多残余 都争相恐扣地 和汉族拉关系 所以汉宣帝采取一个策略 凡是和汉族联系的 匈奴的参与 汉族给予优惠 凡是和汉族和汉朝为敌的参与 进行打击 而且不失时机的 派一个侍郎 叫做郑吉 派他进入到西域 领兵屯田 这个郑吉到了西域以后 领兵灭了车司国 而且打败了匈奴 威震整个西域 那么汉宣帝非常高兴 封郑吉为安远侯 西域都府 这个我们话说回来 汉宣帝派郑吉到西域屯田 实际上汉武帝死之前 桑枫扬就提出过这个建议 但是被汉武帝驳斥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 那个时候匈奴力量还比较大 现在匈奴陷于内乱 所以宣帝不是时机派政绩出使 所以汉书有一段记载 是这样说的 说汉之号令 颁西域 死至张迁 而沉于政绩 应该也可以说是 死于汉武帝 而成于汉宣帝 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无论是对内和对外 政策它是应该随着形式的变化 而进行调整 而绝不是一成不变 莫属成规的 第三 宣帝在位的时候 它是亲力亲美 汉朝帝在位 虽然社会也在发展 虽然经济也在继续推进 但是主事的还是霍光 但是宣帝不一样 霍光死了以后 特别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事情 都是在宣帝亲政以后 自己亲自所干 所以这样一来 给汉族子孙 给汉朝的子弟 一个极大的振奋 人们觉得 除了汉高帝 除了汉武帝 我们汉朝的皇帝 还是有英雄好汉的 这谁 汉宣帝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 以刘邦创建的西汉来说 可以称得上英雄好汉的皇帝 到汉宣帝 是最后一个 汉宣帝不顾顶级的保护 和霍光的谷索 成为汉朝的中心之主 在他主政期间 汉朝争争至上 社会得到发展 但人无远 必有禁忧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所寄予厚望的太子 却让他大失所望 甚至产生了 国家将会混乱的担忧 汉宣帝一共有五个儿子 长子叫刘氏 也就是许皇后的儿子 许皇后不但是宣帝的揭发夫妻 昭康之妻 而且被霍光的妻子所害 所以汉宣帝把自己对妻子的这种感情 统统统投入到这个儿子身上 立其为太子 但是随着这个太子的逐渐长大 汉宣帝发现 什么这个儿子完全不像自己 除了会读书 而且读成了一个书呆子 文桃武略 一窍不通 而且还自以为是 所以怎么看 怎么觉得不满 但是由于出于对许皇后的一片情深 所以这个儿子的太子位继续保留下来 而有一件事情的争执或者讨论 是汉宣帝对这个儿子彻底失去了信心 我们刚刚说过 汉宣帝的实证方针是八个字 信赏笔伐 忠贺民实 而这个实证的特点 恰恰是符合法家的学术 但是太子不一样 太子奉行儒家学术 所以他逮着一个机会 向父亲提意见 这才有意思 怎么提意见的 说陛下辞行太僧 一用儒生 就这一句话 把汉宣帝吓了一跳 对于这个太子严厉进行斥责 当然也是进行教育 我们看看怎么教育 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志 奈何纯润德教 用周政府 我们汉朝从来是 儒学 法学 什么等等 各家学说杂用 哪里偏偏只用一个儒生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乱我家者 太子也 以后乱我家里 治理的办法 乱我汉朝的方寸 必然是这个太子 实际上汉宣帝 还有一段话 我们可以看出 他对儒生的看法 他怎么说的 孰儒不达十语 好四股飞精 只能炫于民事 不知所守 何足为论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汉宣帝对儒生的看法 和他的先祖 汉高祖刘邦 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这倒是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在中国 只要足了一点书 只要知道一点历史 我们就一定要接受这样的教育 说汉武帝时期做了一件事 做了一件什么事 八个字 罢处百家 独尊奴术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时期 已经罢处百家 独尊奴术 一直到汉宣帝 还在谈 不宜用奴身 这是个有意思的事情 实际上一个时代 它有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 也有一个时代的实证方针 当天下大乱 盲目倡议之时 人们希望的是尽快的结束战争 大家都安居落叶 尽可能的不要发生争执 不要发生矛盾 所以在这个时候 汉朝前期流行了一种学说 也就是人们称之为 黄老之术的学说 所以在汉朝前期 是这么一种学说 那么随着形势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 随着财富的积累 随着汉朝也有新的面目 来立于民族之灵 那么黄老无为 就开始要淡出 国家的自尊方针 那么其他的学说 也应该脱颖而出 但是注意 汉朝随之而起的 并不是卢术 而是法家的学说 司马迁在史记里头 对汉朝前期的各家学说的状态 他做了一种忠术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汉文帝本号行民之眼 急之孝景 不认奴者 而窦太后又号狂老之术 顾驻博士 拒官代问 未有进者 这段话一直很明确 无论是汉文帝 还是汉景帝 他都不是用卢生的 他们所讲究的是法家学说 也就是说 卢家仍然是属于学问 如果要建功立业 仍然得法家 那么汉武帝继位以后 也要有自己的新的执政方针 我们前面也说 他继位的时候才17岁 那么如何来建立自己的新的执政方针 他要体察下去 要看一看 人们对哪些学说感兴趣 要了解一下各个学说 到底有哪些优势 有哪些劣势 所以他下了一个造令 下一个什么造令呢 命丞相 易斯大夫 还有中高级官员 推荐一种人 推荐什么人呢 叫做贤良方针 直言极见之事 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贤良方针 是人的品质 而直言极见 是你促世的方法 能不能说真话 能不能为所无所畏惧 来对国家的政策 提出你的意见 这可以说是汉武帝 即位以后 一项极其重大的政策 但是 这些贤良方针 直言极见之事 所提供的方略 有一部分 令汉武帝 大跌眼镜 也让 易斯大夫 让丞相 觉得问题非常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些贤良方针 直言极见之事里头 有许多人 是学习法家学说的 还有不少人 是修习 纵横家学说的 大家说 这有什么不好 法家学说 你看李逵 像商鞅 他们通过变法 使魏国和秦国 先后强大起来 成为战国 两个阶段的霸主 韩非子又有什么不好 他的一套理论 是秦始皇 建立了强大的秦朝 纵横家也很有意思 那个自称为 鬼孤子弟子的抒情 张仪 给我们战国时代 增加了多少的色彩 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说 无论是法家 无论是仲恒家 还是被称之为百家 争民的其他的助家 卢家 道家 墨家 兵家 龙家 以及其他之家 都是在春秋战国 天下大乱 战乱纷纷时起 来形成他们活动的空间 那么现在秦汉大一统 要有心理学说 来引领人们的思想 要有心理学说 来指导统治者的执政方程 那么这种情况下 法家学说的欠缺 他就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法家 从上暴力 讲究言行 他琢磨的 他讲究的 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学说 是如何琢磨 使自己更强大 来打击别人的学说 这种学说 是应该由统治者来掌握的 如果整个社会 都在学这种学说 大家想想看 那社会将成什么样子 再说仲恒家 四处游说 众恩败河 挑说东家斗西家 说是西家 害东家 你说这种学说流行 那社会不乱套了吗 所以 丞相 玉斯大夫 向汉武帝建议 建议什么呢 禁止法家 和众坑家 并且得到 汉武帝的赞赏 所以如果说 汉武帝时期 罢处百家 首先针对的是法家 和众坑家 实际上其他还有住家 比如说道家 讲究清净无为 比如说墨家 讲究不争 讲究非公 这些学说 实际上对统治 是没有什么快处的 但是 令人消极 所以这样一来 你看法家不行 众坑家不行 道家也不说实意 墨家 更无法支撑一个大一头 那么看样子 只剩下一家了 这一家是什么家 应该就是儒家了 今天的我们 做起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奉献儒家思想的观点 严格来说 是从汉武帝时期 经过 划出百家 独东独处开始算起 在经历了战国的百家争议 秦朝的法家之国 到汉朝前期的 王老吴伟之后 终于在汉武帝时 独尊无数 那么儒家思想 究竟有何优点 为何他的影响力 能够穿透几千年的时空 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呢 国史空间 为你讲座 昭宣中心 比起其他的助讲 我们可以说 儒家学说 他具有很多的优势 什么优势呢 我们来算算看 第一 孔子虽然在生期间 他政治上 他不得志 但是他一生 哪怕是在意境之中 他都在直直不倦里 总结和传播 最基本的人生的道理 和为人处事的道理 他都在服役 或者说 他都在坚定不渝里 在构建 使社会和谐的 这么一种价值体系 所以 他成为一种精神领袖 哪怕他落难 他的身边 总跟随着大量的有志青年 这叫什么 这就叫人格的力量 和信念的力量 所以说孔门 三千弟子 七色贤人 丝毫不过分 不但生前 死后 也有无数的拥护者 这是其 其二 弟子一多 拥护者越多 所以他的能量就越大 里面出的能人也越多 而且很多人 都是以住宿利说 以宣讲学问 作为自己的毕生的 这种职业 所以儒家学说 他留下来的 他的住宿 就非常丰富 这是战国春秋 春秋战国世界 任何学者 都比不上的 第三 由于住宿多 由于弟子多 由于孔子活的时间又长 不断地在讲学 因此 儒家学说里头 他的宝库 也非常丰富 他丰富在哪里 我们看看 在儒家学说里面 他既有极其进取的精神 又有天天由命的思想 这是一个 相互相成的 既有修身养性的教导 又有处世应变的智慧 他既有以能为本的思想 也有崇尚尊卿的教导 既有交往过正的冲动 也有失可儿子的权益 也就是说 你需要什么 儒家的宝库里头 就提取什么 而且 他丝毫不排斥 积极进取 恰其相反 他鼓励积极进取 同时 他也丝毫不排斥 顺其自然 恰恰相反 他也讲究顺其自然 所以他的宝库 比其他的学说 他更加丰富 尤其是帝氏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一直在呼吁 创建一种社会秩序 创建什么社会秩序 创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 创建 礼约正法 自天子出的 这么一种秩序 所以 孔家的学说 儒家的学说 才真正是符合 大一统的需要 我们甚至可以说 秦始皇建立的秦朝 他是二世而亡 如果他能够持续下去 秦朝的执国理议 他也必然由法家 而转变为卢家 但是汉武帝时代 卢和又出现 大处百家 独尊卢术 书要有人提出来 那么这个提出来的人是谁 是孔夫子的一个 忠实的拥护者 和孔学的一个 左右成就的研究者 他的名字叫董仲术 道汉景帝和汉武帝时代 分经自学成为一种时髦 所以这样一来 卢学的发达 他就更加兴旺 那个根据司马迁的记载 他有专门研究诗经典 有专门研究书经典 有专门研究义经典 还有专门研究礼经典 另外 还有研究春秋的 而董仲书 他的专攻就在春秋 那么汉武帝下诏 让官员们推荐 贤良方正 直言极见之事的时候 董仲书也在被推荐之列 那么既然被推荐 他就要向皇帝 向国家来陈述 儒家的观点 如何陈述 有讲究 他必须陈述 皇帝和大臣们愿意听点 他们关心的事情 第二 他必须陈述 符合现在现实需要的 第三 必须有儒家的特点 那么董仲书 三次向汉武帝 提供自己的对策 因为汉武帝有三问 所以贤良方正门 要有三对 董仲书的对 统统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 就是天能感应的基础之上 天与能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讨论 实证的方略 来传播儒学的理论 因此人们就把它的对策 称之为天能三策 因为有三次对策 又是以天与能的关系 作为基本点 所以叫天能三策 那么最主要的观点 是强调五个字 春秋大一统 那么这个春秋大一统 汉书给他做了记载 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一夜 今思一道 仁一论 百家数方 子一不同 是以尚无你词一统 法治疏变 下不知所守 曾予以为 诸不在六亿之科 孔子诸数者 皆觉其道 勿使并尽 董忠书在他的天能三策里头 这是他的核心的一段话 我们刚才说 最核心的是五个字 春秋大一统 这恰恰是符合 汉朝 继承秦朝的事业 来建立大一统的国家 要统一思想 一种理论 那么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分立 他允许百家争民 百发齐放 那个时代 说一句 我们归纳一下 用我们现在的语言 是一种什么时代 是一种此处不用爷 自有用爷处的时代 是你真我斗的时代 所以 他各种学说 各种真名 他存在 那么政治上的大一统 需要社会舆论的大一统 那么 董忠书提出来的春秋大一统 提出的卢家学说 恰恰适应了这种需求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尽管在汉武帝时期 他对其他的学说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 打击和压制 而对卢家学说 进行了推崇 但是 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 无论是汉武帝也好 以及其他的汉朝皇帝也好 那么昭帝宣帝也好 他对卢家学说的推崇 他是限制于在学术层面 和思想层面 而绝不是包含着 他整个统治的手段 所以汉宣帝一听到太子说 要专用儒生 他就大吃一惊了 所以博持他 我朝是霸王道杂志 而不是仅仅有儒生 因为在他看来 卢家学者还是学者 还不是实干家 卢家学说 是用来统一思想的 而不代表着整个统治术 他就是卢家 那么作为汉朝的统治者 他应该是卢家学说 法家学说 道家学说 以及住家学说并用 而绝不能 对卢家的所谓伦义 所迷惑自己 汉宣帝死了以后 汉元帝继位 他是不是会 真的像汉宣帝所担心的那样 败坏汉家的制度 败坏汉家的江山 那我们下一期再读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